北京时间9月15日晚上 澳门冠军赛迎来倒数第二场比赛 也是女单决赛 对阵双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 对阵世界排名第四的王毅迪 WTT2024年澳门冠军赛 孙颖莎晋级之路 如所示 在之前的四轮比赛中 孙颖莎分别以3-0田智希 3-0金纳英 3-1朱倩希 4-2张本美和后 顺利晋级到女单决赛 四场比赛 三场战胜韩国选手 一场战胜日本选手 体现出来了绝对的实力 WTT2024年澳门冠军赛 王毅迪晋级之路 如下所示 王毅迪前四轮则是3-0张默 3-0高桥布鲁纳 3-0牧原美忧 4-0王曼玉 顺利晋级决赛 13局一局未丢 同样非常出色 本次澳门冠军赛交手 则是孙颖莎和王毅迪 在世界大赛中的第13次交手 前12次交手 孙颖莎8胜4负战上风 尤其是最近三次交手 孙颖莎全胜 第一局比赛 莎莎开局很顺利 依靠发球和前三板 很快取得3-0领先 比赛中断 大敌依靠相持阶段的优势将比分追平 但后半段 莎莎通过节奏的变化 多次得分 最终11-7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两人比分咬得很紧 大敌前半段领7-4领先 随后莎莎依靠高品质的反手 相持连续追分 比分6-7落后一分 但随后王毅迪连续打莎莎的正守卫 莎莎则连续拉球下网 最终 王毅迪11-6颁回一局 大比分1-1 第三局比赛 前八个球全部都是多拍相持 很是精彩 两人也是打成了4-4平 随后莎莎依靠反手多次得分 线路选择得非常棒 7-4将比分拉开 王毅迪则是想通过反手变直线 打莎莎正守 成功率很高 8-8追平比分 10-10之后的关键分 莎莎连拿2分 12-10再下一成 大比分2-1再次领先 第四局比赛 大敌进攻品质很高 很快6-1领先莎莎 最终11-4拿下第四局 大比分2-2追平 第五局比赛 开局两人前面比分并住 3-3打平 之后 孙颖莎连拿4分 7-3拉开差距 最终 孙颖莎11-8再下一成 大比分3-2再次领先 第六局比赛 开局两人1-1平 各有一个揭发球失误 随后 孙颖莎连拿3分 4-1领先 王毅迪叫了暂停 从王毅迪状态来看 个人心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不再如前面几局那么坚决 很快 孙颖莎7-1领先 最终 莎莎拿下本局 最终 孙颖莎以4-2的比分 战胜队友王毅迪 恭喜孙颖莎获得本届 澳门冠军赛的冠军 也恭喜王毅迪获得澳门冠军赛亚军 两人都是好样的 本次夺冠后 孙颖莎将会获得 3万5千美元的赛事奖金 同时可以收获1000分世界排名积分 现在孙颖莎的世界排名积分是9000分 本次获得1000积分后 再扣除掉2023年的 蓝州挑战赛的600分冠军积分 最新的世界排名积分将达到9400分 再创新高 王毅迪夺得亚军之后 也将会收获27000美元的赛事奖金 同时可获得7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 王毅迪现在的世界排名积分为5410分 这次获得亚军后 世界排名总积分将上升到5730分 依旧排名世界第四 孙颖莎以4-2 击败队友王毅迪夺冠 赛后采访时 孙颖莎表示 回北京要请王毅迪再吃顿好的 并且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此前半决赛中 孙颖莎与王毅迪都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 孙颖莎4-2立刻张本美合 而王毅迪则以4-0淘汰了队友王曼玉 今晚女单决赛 孙颖莎与王毅迪展开了激烈对决 无论是多拍相持还是对拉 国拼双输都展现出出色的技术水准和顽强拼搏精神 孙颖莎技战术把控能力出色 努力维持领先 而王毅迪则以出色的体能和坚韧斗志努力追赶 经过六局比赛 孙颖莎以4-2、11-7、6-11、12-10、4-11、11-8和11-4 战胜王毅迪夺得女单冠军 赛后采访石坛到比赛时 孙颖莎表示 我觉得还是今天这场决赛 其实我觉得我跟大敌双方发挥的都非常精彩 其实确实赛前自己也抱着去拼 在赛场上尽快去找回自己最好的状态 其实对于结果来说 自己并没有想到特别多 但当然我觉得今天 我们俩的发挥都非常好 确实打到后面感觉自己的状态呀 包括感觉也是越来越好 但我觉得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展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吧 主持人提问道 是不是昨天晚上真的去吃得更好了 昨天晚上都做了哪些准备 哪些事呢 孙颖莎笑着说道 耶 我昨天晚上 我觉得确实吃得可能比迪格好一点吧 不过可能今天确实我赢了 不过没事 回北京 我请他再吃顿好的 主持人又问道 你觉得今天比赛氛围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想对球迷朋友们说的 孙颖莎表示 我觉得其实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 澳门这是新的周期的第一战比赛 其实确实现场也从第一天到最后的决赛 我觉得确实都来了 非常支援我们的球迷朋友吧 当然我觉得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支援中国乒乓球队 也支援我 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莎莎从饭量上压制了迪格采访回答很好很可爱 分为很好杀局说得好 吃饭带上我迪格获得北京大餐一赌马一个赛后采访 小莎一如既往的赛场上冷静凶狠 赛场下甜甜可爱 莎莎又有实力又温暖 还有治愈一切的笑容 澳门冠军赛的赛场上 每一次对决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 当中国队的小魔王孙颖莎 对阵日本队的希望之星张本美和 这场比赛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一边是酒精沙场 稳扎稳打得实力担当 一边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青春风暴 两种风格的碰撞 注定惠谱写出精彩的篇章 孙颖莎 这位被球迷亲切的 称为莎莎的女孩 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证明了自己在拼弹的地位 她技术全面 打法凶狠 更难得的是拥有一颗大心脏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能冷静应对 最终反败未胜 这场比赛 孙颖莎赢得并不轻松 面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张本美和 她没有丝毫的轻敌 比赛一开始 张本美和就展现出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敢打敢拼 给孙颖莎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面对张本美和的冲击 孙颖莎稳扎稳打 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调整能力 她没有被对手的气势吓倒 而是沉着冷静地寻找机会 最终以4比2的比分战胜对手 成功晋级决赛 这场比赛 不仅展现了孙颖莎强大的实力 更体现了她高超的球伤和情伤 在比赛中 她沉着冷静 不焦不躁 即使面对对手的挑战 也能保持稳定的发挥 最终取得胜利 比赛结束后 孙颖莎病 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而是对对手表达了肯定和鼓励 她坦言 张本美和近年来进步很大 未来江慧是自己强劲的对手 孙颖莎的这番话 赢得了球迷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人们纷纷称赞她格局大 有风度 是真正的体育精神的体现 相比之下 张本美和在比赛中的表现 则显得有些急躁 虽然她敢打敢拼 但技术还不够成熟 心态也不够稳定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还欠缺一些火候 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年轻选手来说 张本美和的表现 已经足够出色 她敢于挑战强敌 敢于拼搏 这种精神值得肯定 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 她会不断积累经验 提升自己的实力 成为中国队不可忽视的对手 这场比赛 是两位优秀选手之间的精彩对决 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碰撞 孙颖沙用实力和气度征服了对手 也赢得了尊重 张本美和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她展现出的潜力和拼搏精神 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孙颖沙和张本美和 代表着中日两国 女子乒乓球的最高水准 她们之间的对决 也将成为未来拼弹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 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 她们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孙颖沙赛后展现出的气度 更是为她赢得了满堂彩 她没有因为对手的年轻而轻视 也没有因为比赛的激烈而失态 始终保持着一位成熟运动员的风范 在接受采访时 孙颖沙更是大方地称赞张本美和 她这两年进步很大 无论是竞技水准 还是对比赛的阅读理解能力 都提升得很快这番话 不仅是对对手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竞争的期待 孙颖沙的这种气度 不仅仅体现在赛场上 更体现在她平时的训练和生活中 她低调谦逊 刻苦训练 始终保持着对乒乓球的热爱 和对胜利的渴望 正是这种大格局 让孙颖沙在竞争激烈的拼弹中脱颖而出 成为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之一 她也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反观张本美和 这位年仅16岁的小将 在比赛中展现出了 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老练 她的打法凶狠 意志顽强 一度给孙颖沙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年轻毕竟是年轻 张本美和在比赛经验和心理素质上 与孙颖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她还是显得有些急躁 容易出现失误 输掉比赛的张本美和 并没有气馁 她坦言 自己会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战胜孙颖沙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也正是她不断进步的动力 张本美和的出现 为世界女子拼弹 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的成长 也给中国女拼敲响了警钟 在未来的比赛中 中国女拼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孙颖沙和张本美和 一个代表着现在 一个代表着未来 他们之间的对决 不仅仅是两名运动员之间的较量 更是中日两国乒乓球实力的对抗 这场比赛也引发了人们 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思考 竞技体育 从来都不仅仅是实力的比拼 更是精神的较量 孙颖沙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尊重对手 超越自我 永不放弃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而对于张本美和来说 这场比赛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教训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自己的实力 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乒乓球 这项运动 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会有更多像孙颖沙和张本美和 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涌现出来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而我们 作为球迷 也会继续关注着他们的成长 为他们加油鼓劲 见证他们创造新的辉煌 这场比赛 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拼弹 注定会更加精彩 你认为谁 才是未来拼弹的Queen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观点